同伯村被抓走的男丁中 91人已婚 陈巧云是当年被留下的91位妻子中 现今最高售的一位 59年前的那个清晨 他的丈夫黄亚雄 睡眼惺忪的被保长叫走 丈夫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 陈巧云就开始了他近40年漫长的等待 对不起 我跟老兄的那种 交付 来一句要有什么事 去解决 有人来说 没有来捉人这人来 没有来去 人家想我 运用运用 站起来在台湾 这片海滩就是当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上船的地方 也是丈夫留给陈巧云最后的回忆 同伯村91名一夜间失去丈夫的女人几乎都没有改嫁 因而他又被人称作寡福村 东山岛撤退后的第三天 北方舟山群岛上的15万国民党首军也开始启程撤往台湾 当初从华中华东撤退的6万多国民党军队一直留在舟山 1949年10月国共双方在登布岛交战后 蒋介石又从台湾调了近6万军力增援这里 鼎盛时期国民党在舟山集中了陆军三分之一的剩余力量 计划将这里建成反攻大陆的前哨战 1950年4月下旬 国军开始部署撤退行动 即将发生的历史变故将会改写他们的命运 但舟山百姓还浑然不觉 国民党的军队那里还出一个口号 叫做国军与舟山军民共成王 所以大家也都说 大概他们不会撤退到台湾 因为他想着要以舟山周围挑担要反攻大陆 军队开始拉人当挑夫或是带路 很多人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 夏义龙就是其中的一位 抛个人啊 你都这么大事 从大一龙下来一个劈劳兵啊 那去腔啊 都抢了一下都支点融通流的 夏义龙住在舟山群岛北部的戴山 家中本是跑上海船运的生意人 突然降临的冰灾 让夏义龙手足无措 年迈的父母和怀孕的妻子 还在饭桌旁等他回家 被抓走的那天晚上 泪水流了一夜 我妈妈66岁 66岁 爸爸已经七十月了 七十月了 你现在给他们两个老个你看 我怎么心里想怎么放在下 怎么没什么不够 我老婆拿着 二十一十一 二十一 你已经很亲爱 我还以为我够有 1950年4月27日 这一天 夏义龙终身难忘 军舰起毛离港 气笛声撕心裂肺 那天晚上夏义龙手 哈哈都想拆啊 真是拆啊 最多是要给老婆心啊都哭啊 因为每一个城终于是炸去了嘛 不是炸 我炸一个城啊 一龙这个 从老婆心哭了 哭了 是不准了啦 毕竟然国民同学出退了嘛 他毕竟然 毕竟然破坏了 给气游啊 烧啊 啊 烧了天空的了 一比烧 一比老婆心哭 真是 碰碰 碰碰 并摧毁了国民党投入重兵的海陆空联合防卫 当年五月初 情报传来 共产党在南京组建了一支空军混合旅 为保存实力 蒋介石下令周山群岛全面撤兵 1950年5月14日 为补充长年作战损失的兵力 准备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再次开始抓兵 当时年仅14岁的江四章刚考上初中 天真烂漫的童年尚未结束 却走到了命运被改写的这一天 上午有几个同学 有些老师 有共产党的嫌疑就被抓去了 所以学校里整个就闹犯了 同学跑的跑 能回家的赶紧回家 大一点的高年高班的男生就赶快往山里边躲 我们以为是才初一啊 还是一个小孩子啊 终于以为不会被怎么样 所以还在大马路上走 往家走的路上 不断有大人警告江四章和他的伙伴们 要尽快躲起来 但不知轻重的孩子们 总是以为战争是件离他们很遥远的事情 直到回家路上最后一个港哨 几个小伙伴被站岗的士兵拦下 并被带到了指挥寨 知道非同小口 所以好嘲好大哭 求那个连藏放我们 我们的理由是说 第一我们年纪太轻 第二你抓我去也没有用 那个连藏 第一次抓我们的连藏 到被我们 这个也许我们哭得伤心 也许我们说的有理由 他就放我们了 还派一个班长 把我们带到一个庙里边 尼古安里边 就我们说你到了晚上才行动 我们实在是太天真了 年纪太小了 偷偷地自己又溜出去了 孩子们刚逃出狐血 又入了狼窝 此时山上又冲下来另外一对士兵 围住了他们 这怎么样求 无动于衷 而且用那个 那个枪的那个 那个枪托啊 就打在我们身上 很痛很痛 打在这个腰上 很痛 有一个同时被抓的一个 一个年纪大的 他说他有善气 他说他这个不能挡兵 他自己 他没有经过 允许他就走了 他没有走几步 我们看到那个士兵 端起枪 把他击毙在马路 马路旁边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军队已经通通上了大型的登陆厅 海人船的时候 那个码头上已经解除封锁了 所以很多人涌进来 黑漆漆的一大片已经傍晚了 很凄惨的叫声求骂 就骂 你把我儿子抓去了 你把我丈夫抓去了 我这个家庭以后生活怎么办 等等 跪在海上有带着 还有手上还拿着箱子也有 希望祈求他们有测印之心 放他的父亲 放他的儿子 放他的丈夫回去 这是老百姓的天真的想法 周三的老百姓 每到了这个 遭受重大的灾难的时候 他就是拿相败 嘴巴里面就求那个观世音菩萨 后来江四章才知道 当天在码头苦苦哀求的人潮里 也有他的母亲 但这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从1950年5月13日到16日 周山撤退进行了四天 国民党军队带走了一半